为了推广在地乐活学习 淡水主委国小借由新北市议员蔡景贤的支持之下 从这个月开始成立106年度 议文继乐林活动秋季班 并且在今天举办开班仪式 现场邀请到许多已经参加乐林班的成员 还有里长们一同参与 希望运用在地的议文教师资源 让对于学习有兴趣的居民 能够共同参加 而且都是免费学习 因为这六零班就是希望我们主委地区 那么有五六个里 能够组成这个志工妈妈 还有一些有闲的能够来这边 大家来上课 有他有那个司务法文化 整个有四个课 他都来让他来课 他的时间来急减课 然后活到啦学到啦 让他来课 让他来这儿 让他有四个班 让他有老师 让他自己都来教 市议员蔡景贤表示 由于在大竹尾地区要上社区大学 或者是参与许多才艺班课程 不只是距离较远 就是昂贵的学费 因此特别与竹尾国小合作 运用校园空间 媒合社区的虚资 让居民参加课程 只要是住在竹尾里 民权 民生 福德 巴士 以及甘真礼的居民 都能够参加 对此居民也说 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课程 也让他们多一项技能与兴趣 我们很开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就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然后提供这样的课程 不仅是孩子有更多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甚至于是家长的家里的爸爸妈妈 是阿公阿嬷都可以一起来 这全家福啊 那就是造福这个 就是幸福家庭 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大家乐中学 然后学中幸福这样子 课程的内容一共有四类 分别是水墨 亲子书法 创意手工艺 以及乌克力的这四种 那开课的时间 从9月9号开始 这个国民体育日 一直到12月9号 中间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总共是希望 我们整个大主委地区 不管是福德 到甘争里 社区的居民 他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而且活动是从 不管是大人 老人 小孩 我们都非常欢迎他们 来到主委国小来学习 主委国小表示 由于这一次所开办的课程 从9月9号开始 到12月9号为止 每一个星期六日 从上午到下午的时段 其中包括有基础水墨化课程 亲子书法课程 趣味乌克力力 以及创意手工艺游戏课程 校方也希望在地社区居民 能够踊跃参加 打造一个幸福的社区学习环境 记得许多年应该许多年应该许多报道